題目都在雲端上面 你們看一下 這個204 然後呢 第五個是調整版面尺寸 維持就是寬不變640 高變成560 那當然幾個方法 當然其實你們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採檢工具 設定好之後切割就好了 不過這個不太那麼好用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比較簡單 應該是這個版面尺寸 因為如果用影像尺寸 它會變形 你可以用版面尺寸 然後跟它講說 我要的是下方的 所以箭頭指向下方 它就留下 然後高度改成560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最簡單 如果你用其他方法 也做得出來 只是說比較沒那麼簡單 它就要繼續就可以 有沒有 這樣就採完了 應該這個方法是最簡單的 那像老師 如果我不要這個方法 可不可以別的 可以啦 你可以用這個 但是你要先給尺寸 640 560 然後你就是先框一下 把它框起來 它這個範圍就是剛好是 你剛剛指的 那你再配合移動 取笑一下 你再配合移動 再把它移下來 記得一定要移到底下 這個裁切工具比較麻煩 就是它選完之後 不見得一定選到底下 所以你要把它 剛好框那個範圍 然後你把它按打勾 這樣一樣是640 560 不過可能這條線要剛好對齊 如果沒對齊的話 可能採出來的結果 會少一點點像素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兩個方法 其他這個方法 比較推薦應該是用 影像裡面的版面尺寸 改動一下就OK了 好 再來的話最後 這個就OK了 然後再來最後還有一個 剛剛這個第五 第六的話 就是開啟那個 什麼 之二這一張圖 然後呢 把它的結果 就是這個結果檔在這裡 就是這個 有沒有 這一張圖 然後把它描邊 放過來 我們來看之二這一張 那你可以看到 後面有網格狀 表示說 它是一個透明的圖層 所以如果透明的圖層 你要整個選取最簡單的方法 按右鍵 這邊也叫選取像素 它就選 選到了 選到之後 你可以Ctrl-C Ctrl-C之後 把它Ctrl-V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 因為它貼到底下 所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圖層往上拉 並且把它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指定的位置 至於哪裡 你可以比對一下 好像蠻接近的 過來一點 差不多了 OK 最後的話 我們如果說 要把它剩下一個 什麼 外面要描邊 這個描邊 要白色的 所以要怎麼剛好描邊 我看題目有沒有 一些相關的提示 沒有 它說要什麼 它有啦 它說圖層樣式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需要用到圖層樣式裡面的 筆畫 所以圖層樣式要怎麼加上 背後的那個描邊效果 記得最後 那個圖層 圖層樣式 一樣喔 就是在這個圖層上面快點兩下 有沒有 一樣剛剛會出現圖層樣式 剛剛我們是用什麼 這邊 這個 點兩下 它用 我們用陰影 那現在的話 裡面有個筆畫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 這個上面 這個是 字的部分 點兩下 然後呢 它會出現一個筆畫 打勾 然後它背後的顏色 記得先把它改成白色的 那白色的話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點這邊一下 這邊就是白色 不過最好是點到 左 左上的 左上角 然後RGB 就是255 25 反正全部都是25 最大就對了 按確定 白色的 然後像素的話 多少才差不多 你會發現 有沒有 尺寸喔 越多有沒有 它效果就這樣 哪一個比較OK呢 或者甚至你不要白色啦 所以這個其實 可以做出滿多的效果 那我之前試過 好像大概3左右吧 3按確定之後 應該就是 符合題目要的 我看一下結果 差不多3 對 3就OK了 好 那最後的話一樣 請你把這個檔案呢 另存成 一樣嘛 就是PSD PS PSA204 先存PSD檔 然後呢 再另存新檔 存成什麼 另存新檔 把它存成 這個JPG檔 這樣的話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今天的那個 一口氣講了兩題啦 有一些地方可能 會講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影片有錄下來啦 所以假設 你剛剛 有一些地方沒有聽清楚的話 可以 再回去看一下影片 或者問一下同學 也好齁 好